洪永成太太梁樂妍去年12月生了女兒 早前她在社交平台大膽貼出產後修身前後的對比照 並分享她產後修身經歷 只見她面型和身形都變得千瘦 3個月就成功減了14磅 她分享自己產前愛吃甜食 印期增加了27磅 到女兒出生後體重下降約10磅 之後有做一些不會搞到開刀傷口的運動 還吃得清一點,進食少一點熱量的東西 但之後努力兩星期仍然沒有變化 遇上進頸 所以鼓勵同路人說 這個過渡期每位減肥人士都會遇到 但不要放棄 過了過渡期,身體技能都會慢慢變好 她還說修身最重要是 將運動和健康飲食變成習慣 身體就自然會變得健康